继续回到高雄现场来看到 黄色小鸭看到高雄港的一些转变 带动高雄的一个城市发展 其中很重要的就是高雄港的一个土地的开发 特别是市政府也将这个港区的部分 设定为亚湾区的一个开发 而且进入到所谓的2.0 那在这个部分还有一些交通的一些建设 像黄线也可能会连接到港部旅运中心 对于这些附近的一些土地开发 还有哪些规划呢 我们请沈董来帮我再分享 后来这个黄线的路线 定定的起点就是在高雄港部旅运大楼的周边 我想然后目前市政府也推出一个捷运连开案 这个对于港区土地的开发来讲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力多 那么所以除了刚刚讲的捷运连开 还有这个黄线道还有我们的轻轨 直接接轨以外 那么我刚刚讲的连续的 大概有一公 1.5公里左右的这个海岸线 未来将以这个海景平台作为 这个人形的相互的串联 所以一定会形成一个很独特的天际线 足以媲美香港中环 所有的交通建设可能是在一楼 然后大巴士的接驳 对接我们所有的邮轮观光 会展产业 未来一定是一个 这个高雄最棒的一个发展企业 然后生活居住 对接到后线的这个特茂山 这些相关的土地 还有其他还有很多国公营事业的 相关联的这个土地开发 我想都会在未来的岁月里面 大放异彩 就形成了国际都市最美丽的天际线 对 所以这个港湾的建设 其实真的是可以走向国际 特别是这些建筑物 到时候一些特别的设计 不光是造型 灯光 还有所谓的 这样的一个开放的一个空间 好 那内境这样的一个建设 如果都盖好之后呢 要进入哪些产业呢 在亚湾的部分其实也设定 是所谓的5G LLT的一个 创新的一个服务 那在观光的运用部分呢 有哪些可以再做一些 做回更加值的部分呢 请局长来帮我们分享 其实在整个亚湾区 目前市政府在去年 这是亚湾2.0计划 是在去年5月 或者中央的核定 那其实也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上 我们有以扩大用地 扩大群聚 扩大创新 扩大输出等四个方向 那市府来把这个5G AIoT的 这个技术扩大到 包括半导体啊 或者半导体 或者是相关的产业的领域 那所以不管是像产业 半导体的产业 或者是石化的永续 智慧港湾 跟智慧的这个影视产业等等 都是市府目前 正在努力的方向 那同时我们也其实 在观光的部分呢 我们也试着去应用 这个5G AIoT的相关的技术 所以我们目前在 观光局在这个寿山动物园 也开始应用5G AIoT的 相关的技术 那我们在寿山动物园 打造成是一个 5G专网 而且是Wi-Fi 6的 这样一个模式 所以进入到寿山动物园 大家可以发现 其实网路 虽然在山区 网路其实蛮畅通的 那除此之外 其实我们也在 寿山动物园 做了一个实验的计划 那就是这个5G AIoT的 智慧动物园的计划 所以现在在寿山动物园 你是有一个APP 那你进入到这个APP 里面有这个数位的导览 那同时它也结合了 所谓的LBS的技术 当你拿着手机开着APP 你进入到动物园 在不同的场域 它会跳出来一些相关的提示 或者是 你进入到亚洲动物区 那你可能会有 亚洲动物相关的简介 就不用一定要看到 这个板子上面的一些解说 而且你可以有更多的内容 那同时我们也结合 包括像是 有一些数位的互动的游戏 那或者是AR的这个眼镜 那甚至还有包括 就是可以用AR的技术 你可以跟虚拟 你在动物园里面 可以透过手机 跟虚拟的动物 跟实体的动物来进行拍照 那我们希望能够 这样更好玩了 对 其实让我们的寿山动物园 除了实体的这些动物之外 我们透过数位内容的丰富化 让整个动物园的整个观光体验 是更加丰富 而且更加有趣的 好像也有这样子一个 所谓的输出的部分 也希望说 跟其他国家的动物园 来做一些结合 当我们这个 台湾寿山动物园 这样技术如果成熟的话 会输出到国外 是 这个也是我们的目标 因为目前就我们在整个 我们动物园的这个相关领域 全球大概在做智慧动物园的 好像我们高雄市首创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 这一个5G AIoT的技术的应用之下 我们未来还要继续跟中央争取 就是2.0的计划 持续把5G AIoT 还有包括这些数位内容 跟智慧动物园的相关的经营模式 跟相关的这些 相关的这些 包括数位结合实体 虚拟与实际的这种互相串联的 串接的这种服务 可以提供给更多的 这个市民朋友跟优客 是 好 那针对这样的5G AIoT的应用 其实范围还是很广 就特别是 像我们在亚湾区里面 号称的所谓五大建设 包括这个轻轨 流行音乐中心 图书馆 甚至港部领域中心 还有这个会展中心 其实都可以在5G AIoT方面 来做一些运用 那郭老师呢 可不可以帮我们来分享一下 这样子的运用 对于整个城市 不同产业的发展的注意有哪些 高雄市呢 也目前正在积极推动 所谓的智慧城市 那智慧城市呢 当然它可以运用到 很多的一个层面 不管是休闲观光 我们的包括产业本身 产业本身 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 那另外呢 就要包括医疗交通 这方面多可以用 好像在我们三月份 就有一个智慧城市展 就要在高雄市的一个举办 那我想呢 我们透过这些智慧城市的展 可以展示的是我们的技术 或者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上的 一个运用 那当然我想可能大家有听过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 你要回归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可以让整个城市 治理可以更方便一点 我想包括这个 比如说像我们局长在这边 现在很多人在订房 观光旅游订票来讲的话 可能都已经不需要 所谓实体的到票柜去 或者是包括到打电话去 基本上你的手机很多都很方便了 那包括你说看医生或预约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智慧医疗来讲的话 那我想这些保健呢 这都是可以从我们的科技的进步 AI IoT的一个运用 都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来做进一步的实现 我想这个可能性非常大 特别是我们高雄最近真的是很多产业的进驻 那包括即将 现在都已经非常重视 就是所谓的那个净零碳排 碳权这边来讲的话 也多是需要AI IoT的一个运用 才知道你的碳权 你到底减了多少碳 那这些呢 都是有商机的一个存在 这也是高雄未来要发展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利基 对 总是一个大数据的一个计算 就不要让你就有这个能源的一个耗损 或者说你经过这样子能源产生 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运用 所以5G IoT 算是高雄转型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新的一个技术 好 那议员怎么看这样子一个技术 在这个高雄港区里面来做一些发展 是不是也是更多的运用 甚至可以输出到国外的 在这个5G AIR 通里面 它就是像刚刚各位有讲到智慧港湾 智慧影视 智慧城市的交通 智慧防灾 还有智慧医疗 那另外还有像郭老师刚刚讲到的净零碳排 那我想要特别强调的是说 还是会希望期待就是市政府 以及全体市民 我们共同来关注 就是我们整个湾区的第一个 它的城市 它的都市设计跟规划方面 它的整个沿岸 刚刚港湾第一排的这个退缩的绿带 还有这个海港门户 它的意向 我们要引进什么样的产业 那什么样的建设在这个亚洲新湾区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我们的探交所也在我们的亚洲新湾区里面 所以我是有提倡主张说应该把亚湾区 至少亚湾2.0作为一个净零示范区 那这也是由我们净零管理 自治条例的一个授权是可以这样去做 让我们这个有更呈现 我们这个净零跟港湾城市的风貌 另外我想要讲到智慧影视 就是除了说我们在影视方面 引进更多智慧科技之外 我们这边也有公式台语台 那它可以做我们的文化传承 如何把这一部分再加以强化 让高雄的意向出现在更多的影视作品当中 吸引更多的影视人才来高雄进驻跟发展 我也会希望未来我们可以更加朝这方面来努力 是 那我还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建设 就是高雄展览馆 其实它是一个会展产业 包括了一些年会等等 或者一些展览 都可能在这个展览馆里面展出 那甚至在转玩之外 还有一些一日游 半日游等等 那甚至附近也有很多观光饭店 来迎接这样的一个国际人士 所以也更是局里面的一些业务了 那这个部分未来还有哪些一个发展的方向呢 其实现在市府非常积极在做这个会展产业 跟结合观光旅游的部分 所以在市府里面除了观光局 金发局 那还有相关的局处 甚至文化局等 我们目前都有召开一些跨局处的会议 在进行整合 那我们期待呢 就是未来能够争取到更多的这一种国际级的团体 或者是公司 有一些大型的国际企业 他来到高雄来举办所谓的会展 或者是来举办大型的会议 接着呢 我们就把这一些来参加会议的人 作为我们的国际观光客的来源 那所以观光局也会非常积极的去推荐 相关的这个高雄的旅游 那同时也会借接相关的旅游服务 包括外遇的导览 那包括这些像刚刚提到的 一日游二日游 还有包括高雄Fun Pass 高雄好玩卡 这种结合观光景点 跟交通运聚的这样的票券 那同时呢 我们也会进一步来协助这些相关的单位 那只要你来高雄办相关的会展 或是来开大型的会议 我们也会借接相关的饭店旅馆 那做一个一站式的完整的服务 所以要开什么年会啊 要在什么展览啊 选择高雄的高雄展览馆 以及跟观光局来做一个接洽就对了 是 好那最后就请议员来帮我们做结论 这个高雄港的一个发展 虽然黄色小鸭 只是一个可爱的一个小东西 来匆匆去匆匆 但是未来高雄港的一个发展 带动整个高雄经济 甚至台湾的经济 你觉得还有哪些期待呢 对 黄色小鸭这次来大家 目送她离开的时候 真的内心非常的不舍 但是同时也很高兴她带来 像刚刚局长所说的 这么多人来高雄观光 那我相信就是我们量变会带来质变 就是我们不断地透过这些活动 包括我们的演唱会经济 让所有的人来高雄 那使用我们这些观光的设施 观光的规划 还有我们逐渐完整成熟的 大众运输系统 同时会更带动我们这个 在路往的规划上面更加的完全 那更多的人进来之后 我们所做的这个捷运 各个站点的这个观光购物 还有它的生活的需求跟功能 也会更加的完整 有更多的这个动力 可以来进行规划 这是我们期待 就是从整个亚洲湾区 港区的发展 甚至港区爱河湾沿着爱河而上 整条爱河流域的这个 不同的这个观光形态的带动 这爱河流域也是我们观光局主管的 可以有更新的风貌 这个都是我们期待 它真的带来很多变化 非常地谢谢四位来宾 来参与今天的讨论 真的希望说高雄港 可以说是高雄的一个经济模 赶快做一些发展 更充分的一个发展 让下一次黄色小鸭来到高雄之后 改变会更大的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高雄现场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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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